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蒋妹 今天我就来挖一点山姜 回去做一个姜汤给我老爸吃 这个姜汤可以去封的 这个就是山姜了 不过要收成的时候要过几个月 收成才够多 现在还是嫩的 山姜拿来蘸这个鸭肉去 就很香 挖到一条大的鸥鱼 雪橘 鸭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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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只能挖进不多了 因为现在的这个山姜还是不够爛 要等两个多月的时候 够辣的时候再过来挖多一点 但是我老爸说想吃 我就能过来挖了一点给他先吃了 拿回来了 现在把它清洗干净 要加烧鱼 就没那么脏了 烧好了 烧起来要得了这么多 你看这皮 烧起来这么多 发不来 先放到这个碗里面来 蒸泡几片 蒸泡就是为了给它去掉里面这个辣味 已经蒸泡好久了 现在我就去掉这个笋 以后再放白糖上来 把它腌制 就把这个白糖跟这个三间一起搅拌 把它腌制 如果不赶时间的话 可以腌制一个晚上第二天 再把它炒干 腌制好了 里面的都是白糖水 现在我就拿来炒 就直接连这个山姜跟糖水一起倒上来 然后把它炒到干为止 干了它既然会慢慢到成沙了 一成白白的 鸵猪 腌制 鸡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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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炒到这个程度 就把它拿出来 不要放到火那里 但是还要继续的炒 炒到它凉冻为止 这个姜糖已经炒好了 现在我就把它加一点糖粉 放到一个罐里面 这个姜糖已经做好了 有朋友做过这个酸姜糖 告诉姜妹 这样是不是算成功啊 不过吃起来它挺好吃的 本来我是不怎么吃到姜味 但吃这个肉脆 而且吃了过后 它会有一种甘甜的那个味道 把它放到一个罐里面 把它拿给老爸吃 可以啊 味道真的很不错 过后真的有一种甘甜的那个味道 只有大家喜欢吃这样的 三姜糖 不要干我的视频来做 哈哈哈哈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 但是口感真的很不错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做了 喜欢姜妹的事实 还有技术的关注哦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 大家想了解 酒妹更多的土特产 就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谢谢大家的机器和关注